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 这个现在的诈骗分子是花样百出 无孔不入 而且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也是越来越高级 让人就是措手不及 要想预防这个诈骗就要提高思想警惕 不要轻易地上当受骗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引人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约克区多元文化部门的周警官 请他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预防这个诈骗的问题 周警官你好 刘德你好 你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哪类型的诈骗 因为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有跟大家来说过这个诈骗的话题 没错 我们主要想谈一谈关于这个老年人的诈骗的预防 所以今天是讲老年人的 没错 没错 老年人呢 一般情况下 当他们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呢 这个反应能力啊 这个记忆能力啊 这个判断能力啊 都在下降 没错 那么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 那么作为我们警方来讲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件 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宣传工作 希望老年人提高警惕 能够少受到伤害 没错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其实非常的及时 因为马上就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农历新年了 很多的老人呢 也是就是来到加拿大 陪这个子女 陪这个儿孙呢 去这个过这个新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前 做这样的一期节目非常的有必要 没错 对 那么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 哪类型的这个老年人的诈骗呢 首先呢 第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 就是身份盗用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呢 现在还是喜欢用信件来往 很多银行的这个记录啊 信用卡的这个账单啊 等等的 那么当信件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你个人的信息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会有你的出生年月日 那么地址这些东西就不用说了 都在上面 那么当你读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在丢掉它之前 希望你处理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把它给 把重要的信息给撕毁掉 或者销毁掉 然后再扔到垃圾箱里去 因为当你把垃圾箱放在你家的这个 门前的时候 让垃圾公司来收的时候 那么这个财产 这个地方就不属于你的 这一部分垃圾 任何人都可以去看 都可以翻 那么你的信息可能就会暴露出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如果丢了这些信息的话 可能别人就会复制一个你 不管是去申请这个小到信用卡 大到可能是申请这个房屋贷款 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自己的这个财产 没错 好 那么这个身份盗用 是这个需要老年人所注意的 就是说处理这个信件 都要这个非常的小心 处理过 然后再去扔掉它 是比较安全的 没错 而且很多时候呢 老年人有的时候 也学一些新的这个网上的知识 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也会存在 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去 让这些网上的这些黑客们 拿到个人信息 那么也应该要预防这个方面 那么说到这个网络 能不能跟大家来说 其实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科技手段 是非常的发达了 然后呢 也是这个犯罪分子 可以通过各种的一些软件 一些程序 然后这个去诈骗 这个花样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能不能请周警官 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就是这个在我们加拿大 有哪一些网络的诈骗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对 在加拿大呢 网络诈骗的一般都是通过这个email 或者是所谓的中奖 比如说有的人收到电子邮件 说我是什么什么银行的 你的这个密码不对了 那么我们需要核实你的一些信息 你要提供你的什么身份 地址年龄等等这些个人信息 那么你要点击这一个链接 你点击进去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表格让你填 这些其实就是在要你的信息 就是企图欺骗你 去欺诈你 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在上网突然间会有一个什么屏幕跳出来说 祝贺你 你中了几百万 那么你要领奖的话 要点击这个链接 然后进去 然后通常的手段都是先要你付一部分钱 然后他们要所谓的这个处理费用 然后呢才会给你奖品 那么其实很明显就是它是要你的钱的 它不会给你钱的 对 都是这个利益驱使 都是告诉你中奖了 然后让你去这个去填写你的信息 没错 还有一种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也经常碰到 就比如说是微信啊 这个QQ啊 有些说有些人的身份被盗用了之后呢 他会像就说好像是你的亲朋好友 他都发信息 要借钱啊 让你打钱 打钱到一个账户啊 没错 都会是有这种 有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调查 你就会容易上当 特别老年人 当你的判断能力开始下降的时候 就容易受到这方面的伤害 其实讲到这儿 最近我就是也有听到 就说这个很多 有一些人会收到这个 就是假装这个税务局啊 发来这个信件 就说这个email 然后就是让你去填写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像这个这样子 就是现在利用事务局也会有这样的诈骗的一些信息 对 这些其实长久以来一直都存在啊 包括就是有人打电话说是警方 税务局或者是政府啊 要你的个人信息啊 那么这些 当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你要多考虑一下啊 就是说多跟别人聊一聊这个情况啊 比如说身边的亲人啊 朋友啊 在做出决定就是说发送你个人信息或者是打款的时候啊 你要自己多多想一想啊 一般政府是不会派人上门来的啊 也不会说是发一个email给你的啊 一般都会通过这个正规的邮件 对 联系您 等待你的回复啊 对 没错 好 那么这个网络诈骗啊 说到这儿 然后还有哪一类型的这个诈骗是值得我们这个老年人所特别注意的 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呢 干了一辈子存有一点积蓄啊 那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来销售一些什么高回报的投资啊 说你做这个 那么你会有多大回报的投资啊 他更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你让你有这种想要赚钱的欲望啊 那么当你有这种欲望的时候他好拿你的钱啊 那么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烂坠 你要自己做也做一些研究工作啊 自己做一些呃这个这方面的调查 看看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合理的投资啊 对对对 很多的时候你都是觉得第一次可以拿到 一年可以拿到百分之十五的回报二十的回报哈 其实呢 这其实不太合理 对如果他能赚这么对对对 他能赚这么多钱他不会给你的 没错没错 嗯 所以就是这个非常要呃 老年人非常要警惕这种就是销售人员上门 然后去给你销售一些投资理财的产品是吧 对投资理财产品是一个方面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修这个房顶的 或者是检查热水炉的 是是是是 他会给你一些压力让你签一些合同哈 对 说你家这个东西不行了你要修了哈 当你签了那个合同之后呢 那你可能就会就已经受骗了 对对对 所以在这方面你要多谨慎啊 自己要多多留一个心眼 预防 好那么这个除了这个销售人员上门服务这个诈骗之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诈骗的类型 当然这诈骗呢有很多不同种的类型哈 我们建议就是老年人要做低防的也也有一种就是 很多人不觉得不重要哈 就是说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 他们需要指定一个POA 所谓的法定代理人 我们叫Power of Attorney 那么这个人呢就基本上会管理老年人的财务啊 可能会是他的直系亲属 可能可能会是朋友哈 有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有有个别的人呢 哈会觉得那么他有这个权利去处理你的财产啊 哈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利用你年老的这个这个问题呢 他们会把一些财产呢据为己有哈 那么也许好的方方方方法呢就是说你可能会指定两三个人共同处理你的财产 那么特别是值得信任的人哈 我碰到案例有案例就是说有的老太太指定儿子哈 喜欢自己喜爱的儿子哈 最疼爱的儿子去管理他的财产帮他 打理一些账单啊等等这些事情 结果呢他儿子把他钱都给花完了哈 啊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哈 那么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辛苦了一辈子 结果到老了没有养老的东西了 嗯那是很悲惨的哈 对所以就说这个其实要这个更加的提防 然后提高这个意识哈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最好是就是多个人 然后去去担任这个法定代理人士 对你如果你如果你觉得啊 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么可靠的话 话你可以找两到三个人 明白 好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诈骗分子哈 真的是想出花招的无孔不入 然后去呃欺骗大家的钱财也好 或者是身份盗用也好 所以呢提醒大家啊 这个真的是要呃提高这个思想警惕 真的不要轻易上当受骗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非常好的新年 2017年 好的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活在五点 过去嘉宾 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 莫竟